谭颂运公开恋情 官宣结婚日期 今与圈外男亲密合影不必闲 网友果然是他 谭颂运是近几年人气很高的一位小花旦 不论是颜值还是演技 都是无可挑剔 近几年谭颂运出演了《以家人之名》 《锦衣之下》等作品 凭借这些作品 谭颂运的事业迎来更好的发展 事业发展顺利的谭颂运在感情上 如今也传出了一些消息 据说谭颂运的另一半并不是圈内人 两人感情发展顺利 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 不知道谭颂运的老公是谁 此前网上传出很多娱乐八卦消息 谭颂运也被牵扯其中 据说他与圈外男友感情发展顺利 如今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 谭颂运的老公是谁 对于这些消息 谭颂运方并没有回应 不过从他的资料来看 如今的谭颂运还是单身啊 凭借《甄嬛传》 谭颂运成功进入娱乐圈发展 入圈多年来 谭颂运传出的绯闻 寥寥可数 之前搭档刘浩然出演《最好的我们》时 两人传出绯闻 面对媒体的询问 谭颂运并没有否认 他只是说问这个不太好 而且现在自己说什么都不太好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谢谢大家关心 从谭颂运的态度来看 与刘浩然之间似乎真的关系不一般 但这部剧过后 两个人就没有太多的互动 这段绯闻也戛然而止 而前阵子 网上突然爆出大量八卦绯闻 众多明星都被牵扯其中 就连谭颂运也被传出结婚的消息 谭颂运的老公是谁 谭颂运并没有老公 这些都是谣传 在这些绯闻传出后 众多明星纷纷发文否认 当天也被称为内鱼辟谣日 真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啊 谭颂运如今还单身 而且她的重心放在了事业发展上 短期内不会考虑感情的问题 说起谭颂运的演绎之路 简直就是一部励志大片啊 2024年的谭颂运 已经是个33岁的成熟女演员了 可谁能想到她当年差点 就和演员梦说白白了呢 话说2007年18岁的谭颂运满怀 憧憬地踏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 小姑娘心里美滋滋的 以为从此就能在演艺圈里大显身手了 结果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的一下就把她打懵了 为啥呢 就因为长得太嫩 她在一次次面试中旅战旅败 这段日子对谭颂运来说简直是煎熬 感觉全世界都在说 丫头 你还是回家再长两年吧 但是我们的谭颂运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打倒的主儿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总有一天 我要用实力打他们的脸 果然天道抽琴啊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0年横空出世的神剧《甄嬛传》 给了谭颂运一个绝佳的机会 她凭借着《纯贵人》这个角色 一举成名简直就是演艺圈的一匹黑马 那对圆热的小脸蛋 配上机灵古怪的性格 简直蒙翻了全国观众 我记得当时刷微博 到处都是被她圈粉的网友 大家都在喊 这个小可爱是谁啊 太击中我了 从此谭颂运的演艺事业就像开了挂一样 蹭蹭蹭地往上冒 她用实力证明演技才是演员的硬通货 颜值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颜值是万万不能的 如今的谭颂运早就甩掉了花瓶的帽子 成为了一名深受观众喜爱的实力派演员 但是我们的谭颂运可不是那种躺在功劳部上睡大觉的人 她身知一个好演员不仅要有好演技 更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于是她开始积极投身慈善事业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得一双心 每次看到她参与公益活动的新闻 我度忍不住在心里为她点赞 这才是真正的明星啊 不得不说谭颂运的这波操作真的是圈粉无数啊 正当谭颂运的事业蒸蒸日上 粉丝们都以为她要开启人生巅峰模事实 命运却给了她一记重拳 2018年就在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里 谭颂运像往常一样忙着工作 突然间一个噩耗如晴天霹雳搬起来 她的母亲在一场交通事故中遇害了 这个消息简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 狠狠地刺进了谭颂运的心里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心都揪起来了 谁能想到昨天还在微博上和粉丝互动的谭颂运 今天就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 我们都知道谭颂运从小就和妈妈感情特别好 简直就是妈宝尼本宝了 还记得她十岁那年吗 为了支持女儿追求舞蹈梦想 妈妈毅然决然地送她去了艺术学校 虽然分离很痛苦 但妈妈总是通过书信传递着满满的爱意 那些心里的话语 估计现在还在谭颂运的脑海里回荡吧 宝贝 妈妈永远支持你 这份深厚的母女情 就像是谭颂运的动力源泉 支撑着她一路闯荡娱乐圈 然而这场意外不仅带走了谭颂运最亲爱的人 还给她带来了一场漫长的维权之战 作为受害者家属 谭颂运开始了长达一年八个月的艰难维权过程 说真的光是想想就觉得太难了 这期间她不仅要面对丧母之痛 还要应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误解 有人说她不够孝顺 有人说她借此炒作 这些话听着真是让人火大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失去母亲的人 面对这些恶意的揣测 谭颂运的心里一定很委屈吧 但是她选择了用行动来回应 她坚持为其他受害者家庭争取赔偿 即使这一位只要承受更多的非议 说实话我真的被谭颂运的勇气打动了 在这样的治安时刻 她没有选择躲起来舔尸伤口 而是选择了站出来为正义发声 这哪里是什么国民闺女啊 分明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女汉子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问 如果是你 你能坚持下去吗 面对生命中的治安时刻 谭颂运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勇气和担当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强大 不在于她能承受多大的打击 而在于她能在打击之后 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谭颂运你真的太棒了 我们都被你的坚强感动了 经过漫长的等待 谭颂运终于等来了案件的结果 被告人被判处六年监禁 谭颂运获得了九十万元的赔偿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就在想 终于啊 正义虽然姗姗来迟 但总算没有缺席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谭颂运接下来的举动 简直惊呆了所有人 她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 将全部赔偿金捐给了社会公益事业 我的天呐 这操作也太牛了吧 这哪里还是那个娇小可爱的国民闺女啊 分明就是一个有担当 有魄力的成熟女性 谭颂运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什么叫大爱无疆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念心的强大和善良 说实话 我被她这一举动感动的都想给她贵了 九十万啊 对普通人来说可是一笔巨款 但在谭颂运眼里 却成了帮助他人的工具 从此谭颂运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她不再只是一个可爱的小花旦 而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棱有角的真实人物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生活中的磨难 往往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强大 现在的谭颂运依然活跃在演艺圈 但她的目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舞台和镜头了 她更多的参与到公益活动中 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每次看到她参加公益活动的新闻 我度忍不住在心里为她点赞 这种蜕变不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吗 回首谭颂运的成长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正是那些艰难的经历 成就了今天这个更加坚强 更有担当的她 从稚嫩到成熟 从柔弱到坚强 谭颂运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什么叫浴火重生 说真的看到谭颂运的变化 我觉得她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凤凰涅槃啊 那些曾经质疑她 诽谤她的人 现在估计都被啪啪打脸了吧 谭颂运用实际行动证明 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个有担当的公众人物 看着她的成长我不禁感叹 这才是真正的明星啊 不仅有颜值和演技 更有一颗金字般的心 谭颂运的故事真的给了我们太多启示 谭颂运的故事简直就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啊 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真正的力量往往来自内心 说实话看完谭颂运的成长历程 我都有点哑然了 谁能想到那个我们眼中娇小可爱的国民闺女 竟然有着如此强大的内心 从当初因为长相稚嫩被质疑 到后来成为演技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从荧幕上的甜美形象 到现实中勇敢维权的坚强女性 谭颂运用实际行动证明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去挖掘自己的潜力 我觉得谭颂运的故事就像是给所有人打了一记强心针 她告诉我们不要被别人的眼光所局限 你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谭颂运甜美的笑容时 可别被骗了哦 在那柔美的外表下 藏着的可是一颗坚强如钢的心啊 这个国民闺女真的不简单 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人生就是要不断突破自我 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芒 麻烧了 早就我知道真的是 王太麺 丝尼